大家好 我是堅持 介紹大家好房子的大祈 今天又來到豐原 跟大家介紹一個社區型別墅 那我們現在站的這條路 非常的大條 但是它只是街喔 它不是路喔 它是互助街 那往這個方向可以回到我們的豐原大道 那往這個方向 鏡頭那邊就是我們的合作國小 那合作國小的前面這裡是西市路 我們西市路跟互助街交叉口也有一個全家 騎車大概一分鐘就能到 所以這邊 環境的話 既 這個安靜 但是又方便 好 那我們來看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邊路邊的話也有他們同一個社區的案子 那之前成交的話已經有超過2,400 那我們今天這個算很便宜喔 這邊是它車道的部分 那車道這邊的話大概6米左右 它屋領很輕 所以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這邊的外觀 房子的外觀都蠻 很輕盈的 輕盈的 從這邊開始 往裡面這樣算 大概一半左右 是我們這一戶的 那另外一半的話就是另外一戶 看一下這邊有一個側院 還蠻大的 這邊也算邊間 最尾間這邊 就有一個 這個多出來的地 那也是算我們這一戶的 是在我們 土地全裝範圍裡面 這地方你就可以 放很多東西 那接著我們就來到客廳的空間 客廳的話其實 它的高度也算蠻高的 但高度也算蠻高 大概3米多啦 這邊其實原本應該是餐廳 不過他們的使用上是把它當作 這個收房 的一個用處 那我們先過來看一下它這邊的 通用衛浴在這裡 通用衛浴沒有開創 但是還有抽空機 這個地方 其實也可以當餐廳 跟剛才那個 那個比起來的話 這個 一個更獨立的房間 或者說當成是廚房的 衍生出來的空間 看你是要放冰箱 或者是電器櫃 都非常適合 那我們來看廚房的位置好了 廚房其實不算大 它的形狀是 沒有說很方正 它是一個有斜角的 這個狀態 那電器櫃它是設置在這裡 還有一個後院 後院很大 這邊是水利地喔 可以種花花草草 對 可以種花花草草 那就看你的規劃啦 我們直接到二樓去 主臥還蠻大件的 主臥的話這個雙人床加大 再加一個單人床 旁邊竟然 還有空檔 所以其實它這整個臥室的 空間感 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真的是蠻大件 它地上有鋪木質的地板 狀態也都蠻好的 這個位置設備超大的 這個 超大件的位置設備 也有開窗 這邊其實要做幹事分離也是可以 看你怎麼規劃 後面這裡還有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被 屋主 做成 這個 更衣室 其實 也蠻適合的 那 那我們往上看 那這邊 先看後面 後面是一個曬衣間 它包含了手洗台 還有烘衣機 和這個洗衣機 非常完整 它有大採光罩 所以不會 直接 讓衣物淋到雨 這邊 其實這邊都還是有一些風可以慢慢的飄出來 所以說它的通風的狀況也是蠻好的 把那個 衣服 晾乾是絕對沒有問題 這個衛浴跟樓下那個是差不多 也是都很大而且 有開窗 前面還有一個臥室 還這樣 那我們開燈之後可以看到這個臥室 它為什麼會需要 關燈就是說 它光線太好 所以說它的窗簾 其實都遮了很多 所以我們才需要 把燈打開不然這邊採光是超棒的 完全其實 幾乎是完全不用 開燈 還沒結束以為後面有露台就結束了 沒有 上面還有 這邊才是頂樓 看一下這邊 他們是使用電熱器 這樣才不會說 如果洗澡洗到一半瓦斯桶沒瓦斯 很尷尬 那他沒有用天然氣 他直接是用這個 電熱水器 旁邊有一個不鏽鋼的 鐵梯 上去的話可以到水塔那邊 他們每一間衛浴設備都是同樣的規格 都是這麼大的 在前面這裡 他還是規劃成一個房間 但事實上如果說你有需要神明廳的話 比較適合的位置也是這個房間 他前面也有一個小小的陽台 我這打開很甜 喔 喔 喔 現在這個在風雲 互住街 社區型別墅 1980萬 歡迎來電 月賞物 都留著 我 那 也是 一輪